我這邊我有帶來一個美國的聖經 要跟我講原意的話 我可以講拿馬索拉一文來 你不拿馬索拉一文來,不要講原意 如果是用英文,英文有15種不同的翻譯 而且如果你要用英文的話 您是用NIP嗎? 您的版本是NIP還是KJV? 我這是從美國當地人看的 就是完全是美國人的聖經 所以是NIP嗎? 對不起,NIP不要看 我這個不曉得是什麼NIP 我這個是IPS 我這個就是美國當地人讀的聖經 他們上面就是所謂寫的You cannot comment I的道歉 你如果說我這邊有帶字典來 你來查我剛剛買的 他這種字典就是說這個接引 就是說通接引 他沒有接引 而且我們這個法律 到現在來講都是處罰通接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說處罰接引 而且這個接引 這個通天還要告訴男人 所以說你剛才講的那個 我覺得我完全不可以接受 不好意思 我只講一件事 因為這邊涉及到我們真正專業 你這個跟法律完全都脫離 你不拿馬索拉本一本來 不要跟我討論 英文不拿NIP不要跟我討論 因為您那個東西 就是我們宗教上講 最不專業的翻譯版本 你拿一個完全不專業的翻譯版本 跟我談標準專業的西伯蘭文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談 我這個不是翻譯喔 我這是原文 那就是翻譯 那就是翻譯 我跟你說 這也是翻譯本啊 你要看原文是要看希臘文 西伯蘭文 西伯蘭文 我是西伯蘭文 舊約是西伯蘭文 新約是西伯蘭文 新約是西伯蘭文 不可兼營是舊約 記載在初埃及記第20章的實際裡面 它的第二個版本是出現在 創世紀名聲 生命記當中 它兩個字都同一個字 在中文當中最合適的版本 就是兼營 為什麼請你回去考慮到 猶太人的整體 它的神律概念 如果說是兼營的話 你已經辦了兼營了 你已經結婚了 你就是犯了監獄罪 你就 你已經是罪人了 那個 那個 對不起 我現在沒有談這個問題 因為我想跟你講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要跟我談這個問題 請您先回去好好理解一下 教會歷史跟希伯蘭文 如果像我都沒有辦法的話 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談的 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這邊還是談正義 所以這個東西不太需要討論 我們還是先回來我們的概念當中 那 沒辦法有時間 沒有關係 所以下禮拜 還是再重新預告一下 下禮拜 下禮拜是講動物的問題 我動物會跟正義有關係 你現在養了一隻狗 你在集合大樓面獎了一隻狗 你養了一隻狗之後呢 你的官會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喔 你不能養 我不能養 大家覺得不要養 那這東西正合遇正義嗎 那我們台灣現在呢 就有一些人在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討論一下 這個 四族的權利到什麼地步 所以下半我們兩個東西要討論 一個是 四族的權利 怎麼樣做才能夠對四族有正義 那如果各位您是沒有養狗的 希望可以給我們一些 讓我理解 因為事實上 沒有那個 事實上 有時候我們養了狗之後 我們實在不太知道 大家那個沒有養狗 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 那正義既然在我什麼 它需要是雙方做一個協調的話 那我們可能需要去彼此配合 就是我們怎麼做 沒有養狗的 會覺得 你覺得正義的 我也覺得正義的 我們繼續可以討論這段話 第二個 我們會從這個東西衍生出來的 就是叫空間正義 我們知道在我們台灣 大家在台灣很多地方 會有那個 我們這邊公園應該會有 一個牌子 對不對 禁止做哪些事情 當然不能夠什麼 烤肉 對不對 不能曬衣服 不准帶狗進去 咦 不能帶狗進去 可是裡面就有兩個人 吃了狗啊 好 這個東西就會是說 空間正義的問題 那我們下禮拜 會從這兩邊來討論 關於這個動物的部分 好 那無論我們很感謝各位 今天參與在我們討論當中 也謝謝柯老師 跟賈士全老師 好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繼續討論 那各位記得要簽到 欸 大哥因為都簽到了 都有簽到 感謝大哥 那各位記得要簽到 下禮拜我們會請那個 寵物友善協會的理事長來 跟我們可以討論看看 怎麼要做 可以在 四組跟廢四組之間 得到一個真正的公平正義概念 好 感謝各位 好 謝謝Yiu yu 謝謝油